新的这个 3系列它就变得是比较 有点韩国 Oppa 的感觉 因为你只需要有你的电话 门就可以开出了叻 30 万左右如果叫你去买 C200 的话 你可能投诉讲 1.5 的 Turbo 动力不够啦 这样也没有关系 30 万你还是可以买到这个 320 的 因为 2.0 的温轮增压引擎 还有 N-Sport 的套件 重点是 B&W 给你 5 年的 Free Service 320i 我不自己本身想拍很久 可是 B&W 没有车啦 所以不用紧 我们就自己找一辆来拍 为什么我想拍这辆车 因为我觉得这辆车 它有一定程度的性价比 只要讲 因为像是 C200 跟 C300 或者是 C3501 它们会因为车型不同 它们给的空力套件 轮圈设计也会有不一样 但是 B&W 不管你是买到这个 320 啊 330i 啊 或 330i 全部基本上都是 N-Sport 的套件 所以看起来外观设计 是比较激进运动化一点的 然后连这个轮圈都是 所以你买 320 的话 人家会不会看得出你是 320 还是 330i 一样帅就是了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 这辆车自从它小改款过后呢 我就非常的喜欢 以前的 3 系列不是讲不好看 它就可能比较斯文点 可是这一个新的 3 系列 它就变得是比较有点韩国 Obba 的感觉整个比较时尚比较帅气 然后总之这辆车在外观设计部分 320 330i 都没有差别 如果真的要讲外观上面的一点点差别的话 就是这个 320 哦 它的那个刹车卡键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样式 如果是 330i 的话 它会有这个蓝色 N-Sport 的刹车卡键 然后你运气好的话 你就会拿到这个 Michelin 的 PS4 轮胎 这个轮胎表现怎样我不用讲啊 就是 Michelin 的 PS 系列就是神胎 320i 跟 330i 还有一个差别 就是 330 它配备了这个可调式的悬吊 就会跟你的这个驾驶模式去切换这个悬吊的软硬 可是 320i 呢 就是一个 M-Sport 的这个 Suspension 很运动 然后车身压得很低 你看我的手指插进去 它只有这个两个指头的位置而已 不过同样也代表着这一辆车 它的后面悬吊是比较硬一点点的啦 这车尾它的下面这个扰流 其实是一个 Piano Black 来的 然后我觉得蛮好看够饱满 加上这个双速的排气管哦 它的运动化程度真的是很够 这一点我是觉得它会比 C200 优胜的地方啦 然后这辆车虽然没有 Powerboot 可是它这个脚踢式开启 踢一下 它就开了 而且因为它是有一个弹簧支撑 只要一开锁它就会把它拉上来 有时候还蛮方便加的 今年的 B48 Engine 2.0 的排气量 最大马力表现是 184 HP 风静流量表现 300 Nm 然后它配备的是这个神级条件的 ZF 自排变速箱 其实我觉得买 BMW 的车款哦 最重要的就是那个 ZF 的自排变速箱 你开过你是真的回不去啊 然后这辆车它的 0-100 加速是 7.4 秒 急速 235 可能会有一些朋友讲就是 7.4 秒好像没有很快对不对 可是以这辆车的性能表现来讲哦 马来西亚 78 车还要打包应该问题不大啦 然后比较可惜的点就是有听说啦 就是这个 320 的 B48 Engine 因为它有一些硬件的限制 所以你后期没有办法去 Remake 所以就限制了它的这个引擎动力输出啦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 然后也欢迎有知道这个情况的朋友 或者是有改过车的朋友 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 320 的 Engine 不能改啦 不过整体而言我觉得这 7.4 秒的加速 已经不是够用可以形容啊 它已经多过够用了 你一般你在 Highway 行驶的时候 你要超车什么 这个性能表现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值得挑剔啊 除非你真的拿去跑 BMW 还有个功能 我虽然讲很多车已经有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蛮使用一下的功能 就是你的电话可以变成你的钥匙 因为像是我自己个人啊 我自己住 29 楼 然后我的车在最底下那一层 大概要 30 多层 有时候我下到楼下去 我会忘记带锁时 然后你上班时间全部来这等电梯的话 你上下就是一个 15 分钟没有了的 所以这个情况下吼 这个东西就很有用了 因为你只需要有你的电话 门就可以开刷了 要 Start 车也是一样 只需要进到了这个界面之后 把你的电话放在 Viner Charging 这边 就可以 Start 了 所以这个东西在你忘记带钥匙的时候 或者你钥匙不见的时候 这个真的是很有用 然后这次我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 320 的内装我喜欢的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没有了这个鸡腿排档杆 很多人讲就可能没有了这个 BMW 的味道啦 可是我自己觉得 这样子的设计其实是好的 因为有时候像是你的电话放在前面 你要去拿的话 有一个排档杆会顶到你的手 可是它这样的小小个 平平就不会顶到 所以你要拿东西还是方便的 就不会左掂啦 虽然讲我自己个人 我还是喜欢这个 BMW 象征性的鸡腿 可是没有这个鸡腿 其实对于这个便利度来讲真的是有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双联屏的设计 这个双联屏很大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它取消了很多实体按键 可是操控起来会不会麻烦 其实不会 就例如讲这一个萤幕主机 在你看 CarPlay 的时候 它还是把这个冷气控制面板 保留在第一集的界面 也就是讲就算我开着 CarPlay 我要控制冷气 我要控制风量 基本上都还是做得到的 就不用讲 我要先进去 CarPlay 然后先退出 我才可以去调整风量 不会到那么麻烦 所以在开车的时候 我要忙操作 这个冷气还是做得到的 这一点我觉得是很多 已经没有实体按键的这个厂商可以学习的 C Class 同样也是有啦 然后这个前面的数位化仪表 我整个人坐进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的战斗格调很足够 这个数位化仪表就刚刚好在我的眼前 我要看到一切的资讯都非常的清晰 然后前面也有一个抬头显示器 这个抬头显示器同样的也可以显示很多车辆的资讯 所以战斗格调是满满的 当然如果是讲你担心这个萤幕会有这个指纹或者反光的话 你连一层磨砂下去 它的反光跟指纹就不会那么明显了啦 当然跟这个 C Class 相比的话 我觉得是各有千秋啦 这两车主打的就是一个很好的驾驶坐姿 很好的驾驶感受 而在 C Class 的部分呢 就是给你一个可及感的体验 就是超大的 iPad 然后无彩绚丽的这个氛围灯设计 当然这辆车也是有氛围灯的 可是它的氛围灯就不像 C Class 这样子 给你这种很 Blink 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很喜欢 Blink 的感觉的话 你就可以去 C Class 但是如果你只是讲究一个纯粹的驾驶者体验的话 这样这个 320 你坐下去你一定会很喜欢的 我都忍不住想要去拉两圈了咯 这个 3 系的后座空间表现就中规中矩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啦 但是我比较 surprise 的就是 它后面的温度可以自己去调整 然后这个冷气的这个方向你也可以调整 但是它就没有这个冷气风量的调整啦 然后下面有两个 USB Type-C 基本上这个后座空间表现 坐两个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舒适度的部分的话 我会觉得头部会有一点点压迫感 然后这个椅背会有一点点直 就大概是这样子啦 所以 嗯 运动的车嘛 就是这样 OK 现在我们就来试驾 这个 320i 虽然我刚才讲它的 这个动力表现够用 其实我觉得它真的是已经超过 这个勾用的范畴了啦 因为就算是普通模式下吼 你油门踩深一点你就会 feel 到那个变速箱很快的推挡 然后给到你足够的转速 然后动力就会出来 所以现在我在 Putra Jaya 的这一个道路上面行驶啦 就其实我要超车其实还是蛮方便的 你看 OK 前面有车我打方向灯一触 然后那个动力很澎湃一下子就出来了 这个动力表现我相信对于绝大部分的人来讲 都是more than enough 的 不要讲你去跑啦 跑的话可能满足不了那个需求 但是对于一般的日常驾驶来讲 这个动力表现真的是无可挑剔 尤其是那个变速箱 我每一次试驾 BMW 的车款 尤其是它的 rearview drive 的车款 我都一定要称赞这个变速箱 它的换挡跟进挡的时候 那个时机拿的那刀真的是太美了 所以根本找不到任何一点可以去挑剔它的 然后这个steering 的手感就真的是很跟手 因为我们的Office 其实还有一台那个 F30 的 330e 有时候我会开它的车下的 那个方向盘就是比较轻 虽然它的路感有但是就比较轻 有时候开起来没有这样爽 可是到了这个 G20 的 320 过后哦 你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这个steering 是变重了的 因为它变重所以你整个开车 尤其是你在高速弯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你会更有信心去过那个弯道 然后该我有试好一下 因为这辆车它本来就是来这个 Ansport Suspension 的关系 所以它的悬吊确实是比较硬一点 可是当你在过高速弯的时候 你几乎是感觉不到这个车子有侧倾的 有啦一点点啊 因为完全没有侧倾是不可能的 但是它的侧倾就是一点点 会让你很安心就是 因为我过这个弯我可以过得很平稳 很平顺 然后不会有那种要翻掉的感觉 所以这一个就是 BMW 的精髓在 然后再讲回这个 2.0 的涡轮这条引擎 我刚才有稍微开的这个 S 模式 也就是这个 Sport 模式开一下啦 在这个模式下面你可以听到 这个引擎的声浪是会比较凶一点的 然后那个变速箱的换挡也比较接近一点 就是你一踩油它整个就换挡 它没有一点吃意就一换挡就直接爆发那个动力给你 所以加速很快盖真的是 一不小心就开到 130 了 因为这个是限速 110 的路啦 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斯文一点 那么整体下来我觉得这辆车 年轻人会喜欢是有原因的 因为它的驾驶感受确实是真的好 当然我还是要讲到 C-Class 一下 因为它跟 C-Class 是最接近的对手嘛 就是我们跟 C-Class 对比一下 如果你既然开这台车 你是要试驱行驶的话 你不要注意舒适度的表现的话 C200 绝对是没有问题啦 因为 C200 的悬吊真的是太舒适了 而这个 320 呢 我是觉得比较适合像我这样子的人 我不要在意车辆的操控表现 然后我不会去太在意它挑不挑 这辆车不管是从它的悬吊 它的方向盘的手感 它的这个变速箱 加上它的这一个引擎的动力表现 给到我都觉得是一个刚刚好的 这个范畴里面 就是可以满足我的日常需求啦 然后如果是讲 weekend 要去跑一下云顶 要去跑一下葫芦山的话 把它推去 S 模式就好 它就是一定做得到的 然后当然这辆车在四驱驾驶的话 其实它也是有好的优势在 就是它的这个引擎的动力 在低速的时候它没有那种 很冲的感觉 它就是一个比较柔顺的感觉 可以像我们在轰里等慢慢的滑行 如果我补一点油门的话 它并不会有以前 B&W 就是 F30 3系列那种 一踩就冲 一踩就冲的感觉 它是一个比较柔顺 比较缓慢的加速过程 这样子的加速表现给你 会有一种它加速不快的感觉 其实它是快的 这样子对于如果你有时候载你的老婆 孩子载你的女朋友 载你的岳父岳母 载你的爸爸妈妈的话 这个感觉不会让它们不舒服 这一点是好的 所以其实这一代的这一个三系列是真的 Refine 了很多啦 就是一把原本以前的缺点都进行一个改良了 不过我还是不需要小小吐槽一下 这辆车是配了这个 Michelin 的 PS4 啦 所以导致它的轮胎噪声会有一点点的吵 尤其是你在那种路况比较不美的地方 那个它的搏油路比较粗 然后它摩擦的时候 那个声音是比较吵一点点的 相信刚才大家都有听到这样 但是整体而言这辆车真的是 它不富含那个驾驶机器的名字 操控动力的部分虽然讲它只是320 可是满分十分的话我觉得8分是跑不掉的 我喜欢 我记得该影片一开始的时候 我有讲到这辆车有性价比 为什么会讲它有性价比 就是因为这辆车有很多的 pre-owned 去年我的朋友8月的时候 他也是买了一辆320 他讲那辆车其实是大概是2023年的4月注册的 可是他当时买的时候 然后价格只需要25万左右 就是比它的新车价格便宜 它差不多5万块啊 而且重点是那种车的condition 还很新 理数也很低 所以我觉得你买BMW 如果有这个 pre-owned可以选择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因为应该有的东西都有啊 然后还有这个5年free service 重点是价格比原本的新车价便宜很多 然后新车状态也很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讲还有性价比的地方 当然啦 你也是要是印记好 你才会找到这个condition 好的这个 pre-owned 因为这个 pre-owned一出来就给人家扫完了的 这个就是最大的因素啦 所以我觉得你有兴趣的话 你要去多跑几间这一个展示厅 看一下他们有没有这个 pre-owned的BMW啦 OK啦 以上就是我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我必须讲3C还是3C 就算是320都还是很好玩 这样子你们对这个3C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记得啊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